作者 烟花惹笑 演播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透气之作 千雪 第1319集 也许 吸引蔡莲堂的 并不是凤九儿这张 戴着人皮面具的脸 这张人皮面具美是美 却还是远远比不上 凤九儿的真容 凤九儿娇小的身体 和她手中短刀一般 看起来并不强 这一切和手握大刀 身躯健壮 长得凶残的山贼相比 理应弱小太多 可现在 女子身上发出来的光 散发的气场 绝对不容忽视 也叫人移不开目光 枪的一声 凤九儿用手中短刀 抵御了一百多斤的大刀 这只是刚刚开始 她用力一挥手 壮汉握着她的大刀 往后退了好几步 壮汉好不容易站稳脚跟 瞪着凤九儿 你们是什么人啊 我不管你们是什么人啊 我只想帮我朋友 要回她的货 我跟你说你烧管闲事 什么货 凤九儿不急不徐看着她 你指的是 毒物吗 不好意思 这是我的货 蔡连堂 钱还给人家了没有 收钱不给货 视为抢 这道理 她还懂 管了 还赔偿了一半银子 蔡连堂来到凤九儿身旁 和她并肩而立 我和蔡连堂 已经达成共识 你参个什么 如果想趁机分杯羹 你找错人了 嘿嘿嘿 你也不看看四周 现在是谁说的算 四周 蔡连堂的人 受伤的受伤 倒地的倒地 情况不太乐观 最重要的是 他们已经在林子中 打了几乎两天的战 而且 还有两三天 不休不眠 要不是看中这一点 山贼哪怕也不敢 对蔡连堂 这个地头蛇动手 蔡连堂 环视了四周一眼 视线落在凤九儿身上 容小姐 你们还是走吧 他们的人 是比山贼人多 但现在这种情况 能脱险 已经很了不起了 快走 带着毒 回去叫差 凤九儿没想到 这个蔡连堂 还挺有义气的 自己的命 都不能保证 还顾及他们 我们走了 你怎么办 相比蔡连堂 凤九儿 一点也不着急 不是没有人想过 过来帮忙 但是不管什么人过来 都会被剑衣 一剑毙命 后面靠近的山贼 也只能躲在 大汉身后 量他 都不敢杀我 蔡连堂 视线一转 看着大汉 如果我死在 你这个地方 西连镇 你也别想呆了 西连镇 算得了什么 这么多毒物 还都是极品毒物 你知道那边 卖什么价格吗 扣玉蓉死活 不要退货 那是因为这些毒物 至少能让他 赚五倍的价钱 收了钱 我还留在 这鬼地方做什么 失去的 赶紧带着你的人离开 又不然 大汉不惧剑衣 看着凤九儿 舔了舔唇 他有几百兄弟 还怕这一两个人不成吗 龙小姐 你走吧 蔡连堂 看出了大汉的心思 你不将这毒物带回去 也难逃一死 你放心 我蔡连堂 不是那么容易被击败的 话语刚落 蔡连堂举起了手中大刀 凤九儿看着 这位自己前几天 没有使出半招 就将他击倒的人 毫无疑问 肯定是不相信他的话 蔡连堂 你真的不怕死吗 凤九儿淡淡地问道 直接将围着自己的 几世人忽视了 龙小姐 再不走来不及了 举起大刀的蔡连堂 侧头看着他 你名下 一共有多少兄弟 凤九儿依旧淡定自如的 站在那里 别说是大汉 就连蔡连堂 也看不懂他 蔡连堂浓眉一皱 凤九儿的声音 继续响起 也没什么 我就想着 要是你死了 我好将你的兄弟 收入囊中 放心吧 我不会让他们吃不饱 穿不暖的 在凤九儿 说这些 没心没肺的话时 凤江一手拎着 秦安卓 闻闻落到他身边 他刚将秦安卓 扔在地上 乔木也来了 这丫头 从来不掩饰自己的野心 乔木不是不知道 他自己还是那么爱他 甚至更爱了 有什么办法呢 凤九儿的直白 让蔡灵堂更是意外 但他很快就反应过来了 无钱有余 他丢出一句话 还大方地 在自己怀中 掏出了一个令牌 勇小姐 我敬重你 也相信你有能力 带大家过上好生活 你戴上这令牌 以后 我的人 会听令于你 好 凤九儿向前 接顾令牌 这个动作 既不含糊 也不犹豫 脸不红 气不喘 说白了 好像太好意思了点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我说让小美人 离开了吗 大汉被忽视 脸色很不好 小美人 他扫了蔡连堂一眼 目光来到凤九儿身边 没有凤九儿的命令 剑衣没想出手 但实在是忍不住 大汉的话还没有说完 一只眼眉了 我的女人 岂能容你冒犯 话语刚落 剑衣长剑衣拉 大汉被一剑封喉倒地 蔡连堂 要是我救了你 你以后也是我的小弟 凤九儿侧头 看出蔡连堂 嘴角带着的微笑 是 是是 他看剑衣的真正实力 吓得放下大刀 撑着身体 原来 他们的实力 还远远不止那天看见的 这究竟是何须人言 居然有如此高深的剑术 守在大汉身旁的山贼剑状 吓得能跑的跑 跑不动的 直接跪了下来 在这个地势偏远的地方 没有人见识过真正的高手 刚才剑衣拔剑 往前出手 一系列动作 没有人能看清楚 只是眨眼瞬间 他们的老大 不但被挖了眼 还疯了喉 现在 在大家口中 剑衣就是神奇一般 谁也不能再挑衅半分 农小姐 以后我也是你的小弟了 坐倒在地上的秦安卓 也跪起 看着凤九儿 她的声音刚落下 所有参联堂的人 都急急忙忙跑过来 跪在凤九儿四周 山贼的首领死了 副将跑了 几个队的队长 面面相去 最后一同收起剑 来到了凤九儿面前 农小姐 请你带我出山吧 我 我早已厌倦了 这里的生活啊 跪在中间的山贼 大声喊道 不少山贼 听见熟悉的声音 都转身往回 下跪 本集播讲完毕 请关注 一刀苏苏的圈圈 有更多福利 等你来拿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